脸慌了 今天是挑战骑电动三轮车去自驳的第三天了 现在是早上八点 我们刚刚烧了一桶热水 然后在这边洗个头 洗完头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因为好几天没洗头了 头比较痒 今天正好这边有电也有水 在充电桩旁边烧的水 这个水是刚才在那边卫生间里面接的 因为这是一个公园 公园里面正好有个卫生间 在那边 那个位置有个卫生间 所以在这里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的方便 兄弟们水已经烧热了 我们开始洗了 已经洗了一遍了 这是第二遍了 刚才我这个手机没打开 我靠这个衣服都弄湿了兄弟们 湿透了 一会再把这个衬衫给换了 现在是早上 如果是中午的话 可以把这个衣服脱了之后再洗 这样就不会弄湿衣服了 洗不了 我烧的热水 烧的热水 这边有电了 我煮电车充电 那边烧点热水 这边积水挺氧的感觉 那公厂 我只知道那边有 你知道那边 就这 我不知道 也就二十里 兄弟们换了个衣服 这个衣服刚才洗脖 这里全都湿了 穿个T恤 今天我们有黄焖鸡吃了 我们正好在这个地方充电 刚才遇到一个好大哥 我们在那边聊火天 他给我们点了一份黄焖鸡 他正好在这边跑车 他也在 也吃饭 非常的感谢啊 正好 现在也马上中午饭了 吃完饭了 中午也不用做饭了 好久没吃过黄焖鸡了 我觉得我得我得有两年没吃过黄焖鸡了 听到 我说你可能真不相信 我真的有两年没吃过黄焖鸡了 你手分的对点 不是不是 以前我打工的时候也经常吃 但是最近这两年我都是自己做饭吃 自己做饭很少在外面吃 一样的黄焖鸡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 鱼竹 口感 他可能放了调料不一样 嗯 这还有两包炸菜啊 这个大哥他他不吃 然后正好都给我们了 下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配的炸菜 现在有几点 十一点多了 十点半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我们这个车还没充满电 我们充满电差不多得十一点多 十一点多之后我们再出饭 正好今天不用做饭了啊 可以直接赶路了 我一般都是找那个有无线网的 比如那边有那个商场 商场有肯德基拉这些地方都有无线网 他们无线网 好 我去车上去吃饭吃 好 那你先休息吧 谢谢啊 没事没事 兄弟们 那个开车的那个大哥 他吃完饭去车上休息了 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这个黄焖鸡了 今天吃个黄焖鸡 中午又省了一顿啊 这个大哥他是大连人 他现在在住在日子上 他开GD车 然后正好过来 然后也巧 我们聊会天 他以前是当兵的 而且他在国外当过兵的 在国外的话 在领事馆 长了六年 去过二十多个国家 走过很多地方 他也是个富二代 挺有钱的 他家里以前是开沙场的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身体不太好 他以前说 经常喝酒吗 饮食也不好 然后呢 导致的心梗 现在每天吃药 说这一生都得吃药 现在心脏装了两个支架 也挺难吧 但人家家里面有钱 大连两套房 日照还有房子 他现在住在日照 平时就开个DG 消磨时间 人家不拿这个赚钱了 也无所谓 经历过生死 所以对生活也看得很透彻 很明白了 然后一会给他丢了垃圾箱 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好人 但是昨天遇见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就是我去公厕打点水 拿我那个水桶打点水 结果他不让我们打 不让打就不打吧 然后不让打 我们就换到其他地方 找个让打的地方去打 兄弟们 电已经充完了 刚才提示自动跳枪了 总共是花了是三块三毛钱 可能也包括咱刚才就是 烧了一大桶水洗头 包括也是用的这个电 刚才是用着热的快 插着这个电烧的热水 所以呢 大概充电花了两块多钱吧 就打三块三毛钱 今天又是一次 现在已经12点 马上12点钟了 我们中午饭也吃完饭了 我想就把这个 我剪的视频给他传上去 之后我们就出发 兄弟们 现在已经下午4点钟了 我们还没出发呢 因为刚才我们传了一会儿视频 那个网络比较慢 一直传得很慢 而且刚才还下雨了 正好这一会儿雨停了 正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现在呢 我们距离下一个充电点啊 大概有40公里 所以呢 我们就赶到那个地方去充电啊 不知道能不能到 希望这一路啊 没有上坡 如果没有上坡的话 估计是能到 那如果说上坡在跟我们刚来的时候 那个坡那么多的话 那就很难了 就得停在路上了 今天也是阴天啊 也没有太阳 所以啊 希望这一路啊 没有上坡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把我们车上的太阳灯板的线给冲上 因为刚才在那边充电把线给拔掉了 虽然今天阴天 但是应该多多少少也能充电电了 我看这一会儿又下雨了 地上还有点湿的 估计这个阴天应该也能发一点电吧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电 看今天的天气啊 全是乌云 一点太阳没有 兄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走的这条路叫G342 不知道是国道还是什么道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然后呢 走40公里就能到达我们下一个充电站 现在啊 有点下雨 我前面这个挡风玻璃上 已经有很多的雨点了 我这个雨关系我也不敢猜 我怕费电啊 刚才我用这个毛巾给大家擦了一下 这一会儿又出了很多的这个雨点 但是还能看清楚 还可以啊 因为现在下的可能不大 下的就是那种小毛毛细雨那种感觉 这条路上大车太多了 这个路还窄 而且这些大车开的很猛 所以啊 在这条路啊一定得小心啊 不行我们得看一下这个雨拔气有点慌了 我们看一下就行 开一下给它关上 我们就可以看清了 要不然太慌了就看不清了 兄弟们这是第一个坡了 啊感觉这个坡还挺长的 现在啊又开始进入了也爬坡路段了 坡越来越多 一会儿一个坡一会儿一个坡 兄弟们我们现在掉电了掉了还是一个电了 因为现在啊正在爬坡 不知道这一个电能撑多远 水啊距离我们那个充电站还有6公里啊 我们现在今天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电足够用啊 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现在电正常的平路还是两格 所以在跑个6公里是很轻松的 兄弟们现在已经是5点半了 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充电桩了 这边不仅有这个交流充电桩啊直流充电桩也有 那我们啊用这种交流的就可以了 家用电 刚才啊我去这里面这里面啊有水 还有厕所啊可以上里面上厕所 然后呢最主要的这个地方 有我们最爱的这个免费wifi可以蹭 非常的奥利盖